说起41岁的徐静雷在事业方面绝对是女强人一枚 但是在感情方面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神秘主义 因为他的男朋友之前永远要加两个字绯闻 而感情究竟有没有归宿呢我们也不得而知 有的时候听到他说他自己是不婚不育的这种想法 不过最近老徐却是大胆地透露说 为了保证生育的机会 自己其实早在前年就去美国冰冻了九颗卵子 徐静雷口中所谓喂饱生育机会而所做的准备 就是冷冻卵子 而他近日也透露曾在2013年赴美实践 并称只有冷冻卵子自己才不会在老了之后后悔 而老徐做出此举也一点也不奇怪 因为他始终标榜自己不婚不育 我不觉得人一定要结婚 过去说是一个保障或者是也不需要保障 而徐静雷此番位与筹谋与他肺炎不断 却至今不点破恋情也不无关系 回国老徐峰一般的情史 从他大学时期就有暧昧的才子王硕 再到之后英系结缘的王学斌 李亚鹏 张亚东 黄绝 徐静雷从未承认过 直到2016年和黄丽行合作杜拉拉生殖记之后 两人便传在了一块 五年间同居和婚讯的传闻也不少 无奈这对绯闻男女每每问及恋情的时候 都打得一手好太急 不承认也不否认 所以大家猜去吧 不会提供我的私生活给大家看 也不是要保密还是什么 就觉得会比较自然 不过话说回来 虽然有个性的老徐打得一手生育好算盘 但40多岁的高龄摆在那儿 冷冻卵子成功受孕的几率并不高 换句话来说 老徐的神经妙算 极有可能最终以空欢喜一场告终 不过对于徐静雷这样特立独行的女性而言 这次爆料冰冻卵子 只不过再次印证了老徐 是个说到做到的人罢了 有了星天第一遍就到